天天跟我做 每天一分钟 分别一分钟 表弟最近干什么都用左手 还不是听说左撇子更聪明 哎 他这智障 光靠这一招哪能掰过来 哥哥真拿他没办法 左撇子智商高 那真不一定 兴许还更笨 就曾有实验 专门找了使不同手的两拨人测智商 结果和人们想的正相反 左撇子的智商不但没什么优势 甚至在空间认知能力上的下 比用右手都还差 没更聪明就算了 左撇子倒还有可能更容易患精神疾病 为保证大脑的运行效率 大脑通常都是半球之辈 想用右手的人 一般左脑发达 可左撇子中 却有不小一部分人 两半大脑活动很对称 这和精神分裂症患者 大脑运症的方式特想 因此左撇子 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又高起 不过左撇子在音乐 绘画空间几何的领域 会有更强的创造力 在一些运动项目中 左撇子选手往往会让对手很别扭 取得印象不到的好成绩 表弟最近老用左手 人还不见聪明 家财总是掉 得给他救回来 可不能这么说 要是他卢管也用左手 那右手根本不用离开鼠标 就方便了